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动手给Home Assistant Green刷入中国大陆版的固件 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搞定 并且呢,视频的最后 我还给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官方的Home Assistant Green的某宝的优惠券链接 下单之后,就可以力减40元 加入粉丝群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信息 由于中国大陆众活周知的原因 导致Home Assistant安装之后跟残废一样 所以呢,就有了中国大陆版本的固件 目前呢,固件除了OS,暂时无法OTA 其他功能在大陆网络环境下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 比如说HSS和加载箱商店 首先呢,我们需要下载刷机所需要的固件和软件 固件必须是中国大陆版本的 下载地址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区 TF卡的写卡程序 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程序 支持Windows和Mac 并且呢,在这两个操作系统上 他们的界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 本期节目呢 会用这个MacOS下面的这个软件给大家做演示 Windows用户操作基本相同 我们把TF卡插到这个我们的读卡器里面 然后我们把读卡器插到电脑的Type-C口 因为我的电脑是Type-C口的 插入之后呢 我们用烧录软件 选择从文件烧录 选择下载 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烧录固件 不用解压,直接点击打开 然后选择目 刚才我们插入的那个USB的读卡器 确定之后就点击现在烧录 软件请求全线成功之后 会自动开始烧录和这个验证的过程 整个过程根据你的TF卡的速度不同 大概需要几分钟 烧录完成后 软件显示烧录成功 这个时候就可以从读卡器上面 拔出TF卡 在这里有一个TF卡的插口 然后我们把互联网网线插 电源接上 我们看这边就有一个灯亮 表示开机了 当我们看到黄灯在闪烁 就说明刷机过程已经开始了 我们耐心等待即可 这个下载过程 这个刷机过程是根据你的网络环境有关 当所有指示灯熄灭的时候 就代表刷机已经完成 我们拔掉TF卡 重新开机 现在设备呢 就已经是中国大陆版的固件了 可以适应中国的网络环境 有的朋友肯定等不及要入口一台 Home Assistant Green 优惠券的领取地址是这里 如果你是其他的硬件设备 比如说树莓派 或者是X86虚拟机群晖等等 那么下载地址是这里 以上呢就是Home Assistant Green 刷中国大陆版固件的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记住刷机时要确保有稳定的互联网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